它这个外壳好不笑凉 像金丝绒 很好看 现在我来摘一点果实 丰收了 它的果实长这个样子 现在我来尝一下 它的名字很好听 凤眼菩提 还有一点黏黏的 嗯 里面竟然是黑色的 我以为是白的 咬不动 皮是这样的 然后里面是这样的 试一下 嗯 像的 看着跟板栗有一点像 尝一下 少尝一点 好吃耶 吃着跟板栗也差不多 哇这好好吃啊 没想到生吃这么好吃 我之前问本地人 我问他们这个能不能生吃 他们告诉我不可以 这是第二层皮 第一层皮是这种油亮的 第二层皮是哑光黑 这是第三层 嗯 跟生板栗基本上一样 哇这很好吃耶 刚开始我在市场上 看见卖这个的时候 我分不清它是植物 还是动物 我连问都不敢问 因为有一些蛹啊 什么的 可能长得的这个很像 哇没想到这个好好吃啊 再吃一块 在这个视频里不能多吃 因为这个还挺重的 我太好吃了 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板栗 这是长在一棵大树上吗 好了 凤眼菩提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住关注加点赞 谢谢大家